关心北港藤抢未来发展 理议产生人所在分配合都市变境 提出6千集的文聪三十个月 也在电影序开发表会 轻大配向亲来关心 那现在的话 幸福的话跟政公署 有提出了一个都市计划的 一个变更 那这个程序在走的时候 那我们也提出一个六星的旗舰计划 也就是说北港塘场的长区 它可以有六大主要的计划 这对地方的发展是相当有帮忙的 那未来的话中央建地方 一定要一条线 大家合起来合作努力来开发 才可能成功 目前除了江洋队 北港塘场本聪风区 已经在和周围隆队 大概22公斤等看了赢 尽管您管理所在分析处 现在广府都市计划 要把塘场建立 变境扩大适合立党 给土地外卫的机会 5点2公斤本聪风区 也能利用 那么这一次的话 的情势变更呢 也因为这个使用的项目 已经转变了 而怎么样 而这个住宅区呢 县政府的话就把它扩大 扩大范围 再来这个文创园区 这一条 刚才的时候 完全是给大家报告 这个总共是有5.2公斤 未来的话 县政府的话 如果主政的话 跟公所 可以把它变成文创园区 然后又怎么样 又加上 你看这个文创园区的话 公園化 很多台商的时候 回到困难都要找到 但是刚才一个问题 台塘的土地政策 只知不受 这只知不受来的话 会阻碍到电影的发展 而且土地啦 那边都知道土地 一定是要最弹性的 去利用它 这6千亿级的 唐枪结尾 有几个新台乘客 观光工程文创园区 以及唐枪 所谓的变形 本店名称 又给带来 很大的经济好意 引进一些 我们在地传统产业 进来里面 就是一些 那种文创 然后我们产业的 观光工厂 就是专门 让我们在地的 土豆也好 大油也好 那种叫做 大拼 麻油都可以进驻 在这里 现场DIY 做一些开放观工 让我们的油 行李来到北港 可以再来这参观 过去北港腾枪 同样用地 只做不买 还要做金 让豆豬 吃不完一粒 现在这6千亿级的 结尾 配合到市变金 再度 让北港腾枪 多个大力期待 去这里三参观